哈喽大家好我是舒漾 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一天的日程 今天早上我大概九点多起来 起来之后先去上的网课 上了自己的文化课 上完之后我们就开始化妆 化妆的过程中吃了个午饭 然后我们就去拍了一个小物料 物料就是我们前几天给大家列的flag 就是可乐和雪碧一个对比 就是我们闭着眼睛 这个就不说了 给大家留一点小小的悬念 就让大家自己去看物料吧 今天我为什么要拍这个呢 因为我之前在物料里边 说过我要跟大家分享我的做期时间 所以我今天就来了 最近我的头发也是变长了很多 也没有以前那么短了 如果现在做了头发看不出来 听说boss们很想看我长发 但是我也在考虑到底我是留短发还是留长发呢 反正就自己先考虑考虑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对今天下午然后我们上的是舞蹈课 然后为我们8月的上海的活动做准备 然后准备了一下准备了几首歌 还有我们8月份的云露演 也是做了一些准备 就是在练习特别舞台 嗯 还有什么呢 然后好好想一想 然后晚上我们吃完饭 又练习 就一直上课 然后上到现在 我想给我拍个视频 就要上去卸妆 然后卸妆 然后洗澡洗漱 然后睡觉 然后明天还有舞蹈课 还有文化课 对 明天还有生放送 反正最近明天就是生放送的最后一期了 希望boss们可以 嗯 希望跟boss们生放送的boss们做个道别 希望以后还可以有这种 以生放送的方式与大家做的见面 啊 这就是聚恋了 最近我没有具体 我先澄清一下 最近也是一直在吃很多的饭 然后长很高的个子 就很正常的做习 反正我们每天也就差不多嘛 呃 吃饭睡觉练习拍摄 但拍摄我感觉是非常有意思的 昨天我们不是发了一个小无料吗 呃 说我非常的唠叨 大家觉得我唠叨吗 其实我感觉还好啊 才录了四分钟 其实我感觉也就一般般吧 嗯 要是大家觉得我唠叨的话 那我就不唠叨 要大家觉得我不唠叨的话 那我也不唠叨 反正就是咋说都不唠叨 我话很少的 得看什么场合 就是我什么时候 就怎么说呢 我有时候很多话 有时候很少话 可能很少话的时候就很困 对的 那今天呢 我就分享到这里了 然后以后有机会给大家多唱唱歌 有机会啊 有机会啊 要没机会的话 那就没唱了 别再有人说我下地 flag 我肯定说好 有机会 要没机会的话 就 没法给大家唱 然后 我也会经常 我也会经常 我那经常有可能就是四五天 会来更新一些照片 有时候星期好的时候 会更新多一点 好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然后 最近我也 学会了怎么样去发微博视频 也特别感谢工作人员 哥姐姐们 手把手的教我 因为这也是人生第一次嘛 我以后也会借尽全力 多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日常 嗯 对 然后最近到了夏天了 大家一定要防中暑 然后戴好口罩 请洗手 然后请消毒 然后不要去人流量多的地方 虽然现在疫情得到了很很大的好转 但还是要时刻 提防着自己 就是不要放松警惕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哦 然后防止被蚊子咬 最近 我们点了很多蚊箱 也不敢开窗户 但还是会有蚊子 我感觉它是应该从 通风管道里边跑进来的 好了 今天也是非常充实的一天 希望boss们 走水 晚安 拜拜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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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